温馨提示, 是呀, 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 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 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卖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 手法有, 手慢无 第六集的《星生不息》仍然保持水准, 没有令人失望 一开始的《岁月余歌》, 张志琳和《黄源》有板有眼 不过没有大惊喜, 不过不失 现代爱情故事是第一个惊喜 当飞天爷爷知道唱这首歌时, 有点点错误 为什么会选一首没有难度的K歌呢? 这首歌当然是很流行的 《飞途》是真的有一首的 但感觉是有点老土的 没想到, 林晓峰和刘试军的版本 抹走了圆曲的老气 虽然未算耳目一身 变了一首很有时代感的歌 但多了几分的文歌感 听上去舒服了很多 飞天爷爷特别喜欢刘试军的声音 好入咪 有些人的声音入咪是很刺耳的 可以用美食节目主持经常用的形容词 去形容刘试军的 刚好 一首信耳的K歌配一个好的编曲 交到一个唱得之人手上 一样可以有好效果 林晓峰的表现也可以 好像对他很不公平 但换另一个角度 只是因为他另一方面太成功 同一个情况可以套在 李克勤和周匹唱的红绿灯上 当年郑融唱到 《佳之汉文》的代表作 都是K歌的金曲 现在交到李克勤和周匹唱手上 换上更加華麗成熟的编曲 整首歌马上多了几分的无奈 旋律真的不需要升百度、低百度扭来扭去 歌手也不需要用超高难度的作品 来显示自己唱功 当然,若是嫌不够 就好像红绿灯后面 来一折show off 都可以 但就算没这一段 本身就已经100分 我最近因为声声不息 开始留意周匹唱的旧歌 例如上次Gigi和刘诗军的对话 提到的一首《笔记》 真是超好听 《感爱感造》 可能是全晚看得最开心的一首 林子祥和叶士文合作无间 由幕后到幕前 台上到台下 两个人都相当有默契 都是唱得之人 要演绎感爱感造 本身就没有难度 就算互相迁奏底下 都能够找到一个 可以发挥所长的位置 林子祥独有的唱康 他飙高音的时候 真的不是人敢品 不过叶士文 也不是等闲之辈 真是唱到 剩下独善我跟你之鱼 世界都甜到惹了 说到叶士文 当晚也有他的作品 《CHA CHA CHA CHA》 这首歌是非天爷爷最怕听的其中一首歌 我曾经在荔枝FM 录过一集节目 介绍一些本来很喜欢的歌 亦都很听的歌 但听到怕的歌 当中有CHA CHA CHA的 经网友留言提醒我 安琪真的有几分似钟楚雄 尤其是她的笑容 都是骨子女性感 红姑是少数年轻的时候 老了之后 都一样漂亮的女人 老得自然 男人和女人都是 都不要太口粉 马赛克乐队 一直给非天爷爷的感觉 都是太斯文 虽然主音有一把典型乐队 ROCK友的爆炸头 但声声不息里面的表现 一直都比较文静 今次加入了安琪 多了几分动感 反正都是旧歌 旧到底 編曲、服装、首饰、舞蹈 都大玩坏 不可以 但不算很有新意 梅艳芳的耻水榴莲 即不是人人可以唱 非天爷爷大胆一点 其实连妹姐自己 都回不了录音室的版本 《耻水榴莲》有两个版 一个是电影里 梅姐大病录音初版 另一个是大碟收录的版本 大碟版很长 重重覆覆 后来梅姐离开后 明州送了一张特别版的CD 收录了电影版的《耻水榴莲》 这首歌梅姐都唱过很多次现场 非天爷爷个人觉得 怎样都是名级第一版 谁都无法只能超越 包括梅姐自己 有一段时间 《星梦娱乐》很喜欢翻唱 吴若熙也翻唱过《耻水榴莲》 变成了《大将园》的片尾曲 吴若熙再早之前 都翻唱过梅姐的《装饰的眼泪》 梅姐的歌不容易唱 也不适合吴若熙的声线 要她唱《耻水榴莲》 简直是害了她 吃力不讨好 不知哪个主意 杨千华和李健 将张国荣和梅艳芳的《风在喜时》 和《耻水榴莲》 串成一曲 杨千华算是我听过唱《耻水榴莲》 比较似样的一个 至于李健 我觉得她的声音和吉他 真的很匹配 国语版《耻水榴莲》 我只是第一次听 这个混合版也可以 但又不算很精彩 都收货 一点点题外说 《耻水榴莲》 当年黎小田 有提议和《喜多郎》 一起二人创作 但唱片公司 真的难得 请到《喜多郎》 未知《喜多郎》的脾气 为免节外生枝 才打烧了这个念头 《无不易》和《善依顺》 《分分钟需要你》 又一次告诉我们 简单直接的音乐有多好 听得舒服又容易打动 歌词简单 不用说 其实这首歌是说什么呢? 观众一听就明白 立刻可以消化 很快投入到音乐里面 两个人唱得甜思思 好像一对情人放闪 原来《无不易》和《善依顺》 都挺合襯的 外表也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 当晚有两个组合 《非天爷爷》一直期待出现 今集终于一尝所愿 是否爆灯式的满意呢? 又说不上 但总算有新鲜感 《善命熙》和《魔洞闪霸》合作 我喜欢有小惊喜 虽然和原曲一样 都是玩牙买家的音乐 但多了电音和原创部分 令整首作品听起来很不同 《魔洞闪霸》的古怪 和《善命熙》的火星文化 放在一起都挺好玩的 虽然没有什么舞步可言 但似一节小剧场似乎更加适合他们 今次的演出 也算是做了一个小实验 也有意外收获 Gigi跳场其实不是第一次 她跳舞虽然不是十分出色 但合格以上 是有能力炒起全场 过往都听过 和《声梦小花》合唱几首快歌 明显减少了她独有的唱汉 今次和《魔洞闪霸》合作 基本上 一个主要负责唱 一个负责rap Gigi玩声的技巧 在《我喜欢》里面 多了发挥机会 和电音果然有化学作用 飞天爷爷之前说过 Gigi的音乐 无论快慢歌 都可以加入少少的电子 令她与别不同 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效果 各位大师不妨试试吧 今天又有讲回 黑耳将《闫鸣希》和《梅艳芳》 再放在一起 明眼人都知道 是黑耳正《梅姐》 来给黑粉攻击《闫鸣希》 黑心指数真是世界级 即是独马《梅妈》那些 非天爷爷都不认为 是梅姐的歌迷 梅姐到最后最关心的 仍然是梅妈 怎会想歌迷 罵自己妈妈 同样地 会借梅姐知名攻击后辈 一定不是梅迷 因为梅迷都知道 梅姐是最热心扶持后辈 那些只是抽梅姐的黑粉 是不需要理会的 再说 当日《星梦传奇》的决赛当晚 曾志伟接受访问时 是说 Gigi始终以前梅艳芳 表现淡定和吸收力强 最重要是懂得感恩 和今天港媒提及到百变形象 是完全两回事 大家心照不酸吧 另一期待的组合 同样 Letro High随时上升的两个歌手 李文和曾比特 他们的Monica 可能是全晚最多不同編曲的一首歌 即是开始曾比特的Jazz 然后到李文的123456 123456 起碼没有数错 这些人是外行 之后的摇滚 进入了Hyper的状态 这一段也有不同形式的摇滚 当中更加加插了一小段的Stand up 編曲是丰富的 亦有气氛 不过还未是我期望的程度 可以更高一点 下星期开始 TVB版的星生不息 会加长半小时 相信是因为严正行动2022播完 可以腾出一些时间给星生不息 都是这么期待的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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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